局域人立委的助理有到現場 他這邊有一些要跟大家報告 那我們先給兩三分鐘 大家好 今天是代替徐委員來現場發表一些關於前瞻計畫的動作 那就是他有一些想法 他的想法其實就是做在上面 就是他覺得要提持這三個原則 然後來讓前瞻計畫變得更開放 然後更接近年輕的需求 因為相信大家對前瞻計畫有了解的話 就會發現前瞻計畫真的是 沒有什麼具體幫助到年輕人的東西 也沒有什麼前瞻性 那就是現在看一下就是第一個open data原則 他就說這是民主責任政治的最後檢驗防線 然後他覺得應該要讓現在計畫有比較專業制度的一些紀錄溯源 他說這樣才可以建立一些政治或是行政問責制度 還有確保政府治理正當性的最好基礎 因為很多東西如果沒有就責條款 那後來如果東西出包或是廠商沒有達到預期的紀錄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去塑及他以前的一些紀錄的 那open data的話也是讓資料保持開放 因為人民有要求施的權力嘛 也不能有不能被拒絕的正當性 那如果政府擺爛那像是交通部 就不回應一些輕軌案有關資料問題 那如果像交通部不回答 我們就必須要讓其他對這個作業的回應 然後還有國家治理問題就是像是局債新建無法償還 本金與利器的軌道與其他建設 那將來這筆債務國庫要用哪一種方式來還 有四帥與規劃過嗎 然後任何政府對於新增債務都需要有清楚的 長載計畫 然後是維護國家財政治理正當性的最基本要求 還有第三個就是財政基於問題 還有指出台灣各縣市 韓劉都的地方財政已經全面性的債難高度 像是陽立縣的這種花不出薪水啊 然後軌道建設入不敷出 然後大陰這樣子 然後他也覺得各的縣市所長必須回答 我想要把大家看看 反正重點就是今天我們想要找的人 就是希望有人可以讓 結構政府的前瞻計畫 還有結構政府的預算書 那有沒有什麼財務 呃 呃 財 財政嗎 就是一些財務背景或是一些動 就是沒有在政府機構工作過的人 可以 幫助 幫助我們解構這個前瞻計畫 對大概這樣 跟他之後有興趣討論的話 再跟那個 委員助理這邊留一下聯絡方式 或是在現場就可以討論了 那下一位 謝謝大家